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上海的鸿龙广场 这个地方一看就很好逛的样子吧 然后有很多大牌 但是这两天就是一个最大的牌就是它 法拉利F8的Tributo的这一台车 亚洲首发今天晚上就要在这里办 我们现在去看车吧 好了 我们现在现场就已经看到这台车了 然后刚刚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 只要298法拉利开回家 然后所以我就说来来来你过来你跟我说一说 哈喽哈喽 对 我说你不录吗 他说他不录 我说那就一块儿录吧 对 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我说你说的那个只要298法拉利开回家 对 因为这个车之前也公布过价格了 298、288 然后而且这个有几个特别大的变化 但是要等一年明年才行 一年多一年多才交车 但是这车其实就是整个一个488原来的平台发动机 但是确实也强了 因为它车更轻了 轻了整整40公斤就是这台车 而且整个空气动力学它是跟Pistar很相关的 就是车头这个位置 能看到那个 它有一个原来有一个演示 气流是从底下这么上去的 这个最开始也是在488的Pistar那边出来的 我们刚才里要说 特别像小时候看的西游记的射魂大法 就是它的那个空气动力学 就从什么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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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五毛特效 然后但这个整个它的下压力 比起488是加了10%的一个效率 就是有更高的一个下压力 但是其他方面 动力就是720马力 700牛米 这些都没什么变化 但是它下面这个 就是跟之前的那个488GTP 明显的那种三段式的 就有挺大的改变 你看它这个地方 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收口的 对 没错 没事 但是我发现咱们严肃地 聊了这么半天 没事 这个严肃地 聊了这么半天 对 我发现其实这个车 直接给大家点干货 核心价值 首先从颜值来说 我觉得这个车 其实没有488跟488狠 长得就是 不是符合我个人的 这种很低俗的审美的那种 今天来的这个颜色也不狠 对 而且这个车 头灯还有尾灯 就有一点像812 Lusso那种感觉 就是它像一个GT的车 不是像一个特别性能的那种 赛道属性的一个跑车的 一个定位 然后 但一双价格 大家都没意见 OK的 没有问题 对 而且它的性能呢也是跟Pista齐平的 然后0到100公里每小时也做2秒9 而且更重要的一个变化 你看以前我身边就有哥们买这个车的时候 他老爹说 子你还认我这爹 你就别给我买这车 为什么 原来你看这两台车名字叫什么 叫458 嗯 后来叫488 这个 所以你 你爸 你爸没找过你吗 是吧 我没跟我爸说我买这车这事 你知道吧 所以他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广大到时候老爹掏钱买跑车的同学们 就可以考虑这个车了 因为现在这个名字简直太受老爹喜欢了 叫什么呢 叫艾富8 对 Tributo 然后这么一个名字 然后其他方面 它其实灯上就是也有一些变化 因为它看起来灯是这么长 但实际上只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边都是空气动力学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然后车侧跟488就是特别特别像 就是轮毂 我刚才跟他聊 我说我觉得这个轮毂好看 因为这个轮毂就是不滚也像在滚动的样子 那你接受吗 不接受 你说的对 对 她说的对 她说的对 然后这个时候副驾你也可以去选那个7寸的行驶信息的小屏幕了 就是当中如果你带着一个 是吧 你想吓唬一下它的副驾的话 你可以让它知道自己被吓唬到什么程度 它机制啊 转速啊 所有的包括你的那个 车速 你用什么模式在开对不对 它都能够显示在那块屏幕上 但这个车其实它的车尾是有亮点的 要不我能往后 对 变成四个尾灯了 对 但其实要说排气跟车尾的这个造型 我还是喜欢458 因为458那个中间的三个排气是特别致敬F40的 对 没错 而且它中间带一个调音口 而且这个四个尾灯可能是因为之前 就是它之前的像488和458的那个设计员实在是太成功了 所以一边一个的这种单尾灯会显得特别的战斗 但这个车也有致敬F40的一个地儿 就是这玻璃罩我看见了吗 不过我总觉得这个洗车的时候得当心一点 那个是这样 如果你开过458你就知道 即使没有这个 你在洗车的时候 滋水也会从这儿把水冲进去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的 所以就索性就不在意了 是吧 对 没错 就是你要开458开458你就知道 你经常洗车的时候你要隔几次 但至少要让它凉一凉吧 就不能说我车停过去我就洗吧 这种情况 没有 它在这个引擎的这个钢盖 还有奇闻石盖上面 它还有这个覆盖物 不会把凉水一下地浇到上面 所以这个问题不用担心 但这个盖 我装跟车主聊就是不一样 因为我自己干过这事儿 我洗车的时候 我也产生过这样的质疑 然后反正这个盖是挺好看的 就是有点那个怎么说 就像以前的那种F40很复古的一块 而且这个刚才 它是潮清的材料 对对对 这个是玻璃缸的 这个不是那种玻璃材质的 但反正就是洗车的时候 我觉得洗两三次车 就得去清理一遍里边的这个机舱 不然的话很容易 还有就是 其实大家总看到四个尾灯 就会想到812 但是其实308GTB上 最早是用到了这样的一个设计 然后它的这个英文名字嘛 就也有致敬的意思 所以在这个车上 我觉得就是分别致敬了很多 除了致敬这个V8发动机 对 致敬F40 然后对可能也致敬了一些 经典车型上的其他元素吧 对对对 而且现在这个发动机 就应该算是法拉利 非限量版车型V8里面 最强的一台了 720马力的这个发动机 但是我总觉得啊 就是Pista是去年 北京车展的时候 才上的一台车 然后我就觉得 它的动力参数什么的 就跟那台车完全一样 720马力 770牛米 就总觉得就是 如果说是Pista车主的话 它会不会比较介意这件事 会不会生气 关于这件事 我已经问过Pista车主了 就当这个Triputo一上来的时候 因为我身边 我们玩458还是488的 有一个小小小的小群体 然后其中有两个哥们 都已经提完Pista了 然后就没有 他们看完这个心里 一下就放心了 没问题 不会影响我的车的 因为确实Pista的颜值太高了 太漂亮了 不是辨识度的问题 是太漂亮了 就是你知道这个 不是在一个数量级的好看 但这个车确实是性价比又很高 而且它想交车也没有那么快 你想它一年多之后 交车这个整个 这个超跑的这些市场里 在发生什么都不知道 对 所以这是个未知数 对 刚才我们聊说 其实它的晶体就是720S 对 但是它确实性价比挺棒的 对 它直接拉低了700马力 这个级别领域 还有就是2秒9 就是3秒以内的 这个超跑的加速时间 在这个范畴里车的价格 你想298.8 F8开会价你受了吗 但是就是它虽然就是 它的百公里加速是2.9 然后Pistar是2.8 但是它们俩都是770的 那个最大扭矩 但是转速上 那个是有一点区别的 这个要到3200多 那个3000就可以了 是 对 这个我看数据好像是700 不是 770 那我看错了 没事 我没事什么 感觉像是给我少说了700 好吧 那就这样 好吧 好吧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